山坡吐石坍塌 大量吐石向下冲刷 不只树木连根拔起 山坡下的光庙更是难逃一劫 惨遭杂灰 大量吐石砸落路面 大约三顿钟的岩石 几乎等同半个车身 轰然坠落 骑在路旁的轿车无一幸免 全都被落石砸中 前方轿车右侧板晶急车窗毁损 后方轿车更夸张 整辆车被巨大落石砸中 严重扭曲变形几乎全毁 区发地点就位在新北市石定区 或许是受不了连日大雨冲刷 边坡吐石顺势滑落 从六层楼高度直直坠落 下方轿车全都遭殃 轻则板金凹陷 重则压成废铁 土地公庙也难逃一劫 几乎半个庙生都被吐石砸毁 现场吐石瓦力散落一地 一片狼藉 索性现场没有人员伤亡 警告也赶紧到场拉起封锁线 禁止人员通行 除了积极抢通 也设法防止土石再度崩落 接着黄天耀游桃新北参访报道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 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